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悠有感技术学堂 有朋友问我如何安装沉浸式翻译 那么这个问题相信是非常非常多的新手朋友 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平时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 这里显示的全是英文 你点进来 完全看不懂 是懵的 怎么办呢 或者我们平时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 你会碰到一些英文视频 那么像这种 完全看不懂 怎么办呢 那接下来小鱼儿就带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告诉大家如何安装一款翻译软件 不管我们在打开任何网站的时候 它都能轻易的帮我们翻译过来 这个也是小鱼儿做视频的时候必须用到的 平时用的最多的一个 它的名字叫沉浸式翻译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来到这个谷歌 用谷歌打开 那这里可以看到你用你电脑上面的谷歌游览器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在这里输入 沉浸式 沉浸式翻译 你输入的时候它这里就跳出来了 我们就点这个沉浸式翻译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沉浸式翻译 双语对照网页翻译 你任何网页它都可以翻译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 这里我们需要安装这个游览器 它其实就是一个插件 我们把它安装在我们的一个谷歌游览器里面 接下来怎么安装呢 我们点下一步 这里有一个扩展 点一下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这里有一个添加字扩展程序 这里我们需要点击一个添加 接下来这里又跳出来了 这里我们就继续点击添加扩展程序 这儿它就让你设置一下你的母语 可以看到你已成功安装 在这个右上角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中 一个英文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是它的一个logo 那这里你选择一个你的母语 比如说我平时使用最多的是一个简体中文 OK我就选这个简体中文 点一个继续 那接下来呢 我就在它这里呢 有一个图标教你的怎么使用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电脑上面 在这里就它的这个位置 就是在电脑我们的右上角 就是这个符号 可以看到 先点击这个 再点这个 我们首先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点击这个打开 那这里可以看到 沉浸式翻译呢 已经装好了 网页翻译 那它是可以帮你翻译任何网页的 这呢 我们需要把它盯在我们的电脑上面 把它固定 可以看到 这后面有一个盯 我们可以把这个盯点一下 OK 这点击个关闭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 它就盯在了 在我们的一个电脑的右上角 在这里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logo 那么任何时候 你想翻译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点开它 可以点这里 点击一个翻译就OK 这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页面我就先关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随时都在我们的电脑上面 比如说在一个密尽里 我们打开密尽里 你看这里它提醒我们 点击沉浸式翻译的话 即可快速翻译 这我们点知道了 这下面显示的可以看 都是英文 我们看不懂 那这里我们点一下 选择一个翻译 OK可以看到 这下面文档探讨 这里登记登录 我们可以进入它的一个主页 点这一个探讨 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 它都英文有一个中文 它这里呢 是选择中英文对照版本 那这里是帮助 这是更新 这里可以登录 那这个呢 在使用这个密尽里 使用其他软件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开网 我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也是一个纯英文的 看不懂 对于我们中文不好的朋友来说 看不懂 这里点一个翻译 可以看到这里 全部的中文就出来了 项目 模板 品牌 随时随地 任何时候都可以翻译 非常的方便 任何软件 任何页面 比如说这个Pika 那么这里显示的 全是一个英文 我们必须要用到它 这个就是我们 英文不好的一个救星 随时随地 在线实施翻译 OK这里就翻译出来了 适用 那么这里比如说 我们要看一下英文视频 怎么办呢 比如说像这里 我们点开一个英文视频 那可以看到这下面显示的 全是青衣色的英文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还是可以 直接点击它 还是点击它 这里有个翻译 你可以看到这里标题 它帮我们翻译出来了 进入它的频道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进行了一个 实时的翻译 有中文 有英文 全部翻译出来了 这个对我们来说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么你看一些网页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女装 OK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 点击进来 看不懂是不是 看不懂我们就点这个翻译 那这里它翻译出来了 这里品牌故事 这里也翻译出来了 那这下面所有的可以看一下 它都 帮我们翻译出来了 所以说对于你来说呢 看任何的网页没有问题啊 看任何的视频呢 也没有问题 视频里面点开看一下 我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 这个里面没有 没有 只有音乐 比如说这个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OK可以看到 它这里就自动的帮我翻译了 中英文 上面是中文 下面是英文 我们看视频也没有问题 那下面这些标题 都帮我们翻译出来了 下面这些 这些全部都帮我们翻译了 下面的评论 都帮我们翻译出来了 因为我用了一个实时翻译 那当你不想用这个翻译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这儿小游也教一下大家 我们就点一个显示原文 OK 那这里英文 全是英文了 中文没有了 你不想让它翻译的时候呢 你就点击这个恢复就可以了 想要翻译呢 你就点这个翻译 在这个右上角 找到它就可以了 是不是学会了这个 安装了沉浸式翻译 我们对我们来说 真的英文都不是事 OK 那今天小游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这个 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你想学习 更多的一些油管知识呢 你也可以加入小游的 一个知识星球 那么相关链接呢 小游就放在下面的描述栏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